卢东正名声市场的53岁林姓男子 疑似跟60岁的江西男子素有积怨 今天早上9点多两人发生口角 林姓男子持着杀猪刀 砍伤了江西男子后逃逸 而警方获报后 在30分钟内迅速逮捕到嫌犯 依杀人未遂罪嫌将林姓男子送办 在本日早上9时50分左右 在罗东正名声市场发生了一起 持刀伤人的案件 经了解是林姓前一人与江西的摊伤 素有积怨 与酒后因细故来产生口角冲突 然后林贤是持猪肉刀 朝江姓摊伤来挥砍 江姓摊伤是持猪肉刀的反证 予以反击 在过程中 江明他左手臂大量出血 送往国外医院来救治 本分局在播报后 立即调阅监视器以及查坊 附近的摊伤 锁定林姓犯血 立即在半小时内 掌握其行踪将其逮捕到案 全案将一杀人未遂来 移送宜兰地检署申办 案发现场留下血迹令人触目惊心 身受重伤的江姓男子 被送往医院急救后脱离险境 警方表示林姓男子的父亲 在市场内卖猪肉 而江姓男子是在市场内卖衣服 林姓男子疑似久后 跟江姓男子起了口角 最后持刀杀人 全案将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